有人的身份竟然是死而复生 这是12年前有一名男子到中国做渔苗生意 结果生意失败 赔光积蓄 所以没有脸回台湾 干脆跟家人断绝联络 而妻儿跨海找不到人 也因此报警处理 两年前法院已经宣告死亡了 没有想到这名男子现在被中国公安遣返回台 让家人看到他都傻眼 因为老公惊奇的死而复生 派出所前男子坐上轮椅被远景推了进去 生意看起来孤单 相隔12年重新踏上故乡 不仅连家都找不到 而且身份还成了一个活死人 因为不方便啦 你们这样子 我搬来五六年他就不见了 哎呦 听说啦 有听说他去大陆做生意就没回来了 他老婆就跟他报死亡这样子 始终还死亡 邻居说这家人都很低调 原来12年前 无心男子前往大陆做渔苗生意 陪光积蓄 人有中风 爱于面子 不愿意向家人求助 在大陆流浪10年 直到被公安发现他预期拘留 将他遣送回台 坐上小黄 想要回家 无奈陆名也已经改了 加上身上身无分文 被司机在永福桥头请下车 电影上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表达 只有讲说他的姓名而已 那我们通人一直查一直查 都查不到他的名字 因为他在93年的时候 就已经被宣告出户死亡了 那我们通人进一步 在针对这个失踪人口方面 去查询 才查到说 他真正的年纪资料 已经被出户的男子 在大陆流浪12年 怎么也没想到会重回家园 夫妻重逢 身份也死而复生 记者陈佑斌 新北市报道